北京地区又要下雪了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寒潮蓝色预警显示 北京受到西北华北地区大幅降温和雨雪天气的影响 会再次迎来雨雪和大风 气象专家表示 从10号开始气温将明显下降 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7度 加上空气阴冷潮湿 体感温度将显得更低 当地58年来罕见的暴雪上周才降临 延庆和西部北部山区的小雨又将转为中道大雪 还会出现道路结冰 11日雪亭风起之后 白天最高气温将只有6度 夜间低温将下探零下4度 这几天北京将非常寒冷